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代表说的字根 对,那你可以先看到它有两个变形 第一个是FAB,另外一个是FAM 对,那这个的话就只是字尾的子音做了变化 好,那我们第一个记忆就先的话 我们就用FAMOUS这个字把它记起来 你看FAMOUS,FAM这个字根是不是出现了 对,那FAMOUS的话,这可能是一个类似国中的单字 那它就是什么,著名的明文侠尔 就是大家都知道 对,那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话 那其实它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在说这件事情 对,那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 那他常常制造很多话题 对,那话题就是说 可能报章杂志啊 或者说一些媒体啊都常常在报道 那大家就会谈论这件事情嘛 所以这个FAMOUS这个字 它是不是跟说很有关系呢 好,那底下的话这个FABULOUS 对,那它是传说的,无根据的,难以置信的 对,那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是说什么 啊,因为它都是用说的 对,那所以它不是这么有根据的 对,那我们底下这个的话 另外一个FABULOUS,对,那这是预言 比如说依所预言,这些预言 那你看它这个中文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言 那说话跟讲语言是不是有关联的 所以你看到这三个字 其实你大概已经有了概念说 诶,FAM,FAB它真的就是什么 跟说这个的概念息息相关 好,那我们再看到右边引申出来的 这些比较难的单字 那这一边FABULOUS是讲出来的 那EFABULOUS就是什么 可以讲出来的 为什么,因为EF这是什么 向外的意思 对,那你可以对外讲的嘛 那前面再加个IN 对,那你看这个我们在不断的分解这个单字 IN是代表NOT的一个字根 对,那所以 本来是EFABULOUS是可以讲出来的 那INEFABULOUS就变成什么 说不出来的 为什么,因为这个IN就是代表这个不 OK,好,那在底下这个的话 先听一下它的发音 FAMOUS是念FAMOUS 可是这个字它不是念INFAMOUS哦 大家听一下 INFAMOUS INFAMOUS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 当一个字它的指音越来越多的时候 比如说它现在前面加一个IN 它变成什么 三个音节的字 对,那当三个音节的字出现的时候 每一个的母音都会弱化 那前面是FAMOUS 对,那这个母音是比较强的 那现在这个母音弱化成变成O 对,所以它变成什么 我们再听一遍 INFAMOUS INFAMOUS OK,好,那这个的话 INFAMOUS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说的意思是说 FAMOUS是著名的 那INFAMOUS就是 不著名的 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声名狼藉的 那你就可以这样想 因为IN是什么 NOT的意思是一个反面嘛 所以这个FAMOUS是大家都在说 那它通常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明星很有名 对,那这个的话 INFAMOUS是说什么 它做可能做很糟糕的事情 那我都不敢再讲出去 因为这个讲出去实在是太 太糟糕了 所以INFAMOUS你就想要说 它做什么坏事 让你根本就不敢 不想提到这个人 所以就是不能说出口 那这个人它肯定是什么 声名狼藉的 就是说 非常非常不好的名声 OK,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